字幕志愿者 李财新世代 ESG基金投资的趋势和机会 大家看到今天我们非常热闹 今天有四位 连我们两个人 四位在谈的 请来摩根资产管理零售分销业务 总监霍建立 Philip在我身边 早安 还有摩根资产管理可持续投资策略师 陈正文 Shermaine 早安 Shermaine和Philip 好了 先说回近年都非常流行 ESG的概念 很多企业都说越来越注重ESG Philip不如先跟我们解释一下 在基金方面 ESG基金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投资些什么呢 还有为什么我们要透过机局去投资 一些跟ESG有关的项目 或者是业务呢 有些投资者说 我也有买绿色债 或者买单一些环保企业 这些都跟ESG环保有关的 其实ESG基金和做这些 刚才我说的投资有什么分别呢 好 早晨五多位 多谢黄师傅 其实我想我们说一说什么叫做ESG基金 我想很多零售投资者 包括我自己 第一次听到ESG基金 就永远都觉得是一些主题性为主的 可能一些以环保 再做能源 一些气候变化的主题基金 但其实一些不代表 一些不是打正旗号做ESG 就没有一个ESG的元素在里面 譬如可能有很多基金 其实已经是将ESG减股 已经是整个立日在减股的流程里面 即是说其实除了看经纪经理 除了看究竟公司赚不赚钱之外 究竟ESG的打分 对公司的前景有什么影响呢 已经变成了一个选股的条件 你看回譬如证监会 大概有2200只零售认可的基金 其实大概有十分之一 220只是叫做ESG基金 大家记住 剩下那2000只是不是没有做呢 不是 只不过就可能好像我们那样 就将在选股的程序 已经摆了ESG进去做一个流程 我们成为摩根资产馆 作为一个长线投资者 觉得ESG的数据是很重要的 因为会影响到公司的竞争能力 或者行业的领导地位 所以我们已经将ESG的流程 摆入选股的过程里面 不仅只是标榜一些持续投资的基金 我们觉得投资者应该 就是零售投资者 都应该将这个概念 摆入每一次选股 希望找到一些长线发展 竞争能力比较大的公司去买 另外黄师傅你再问到 就是为什么要买ESG基金 不直接买绿色债券 甚至买整个个月 买这只股票 我想和买基金的理念一样 始终我买基金 就是说我的门量比较低 用很低的价钱 就可以用很低的投资金额 买到一些男子的股票 买到不同的地区 一些不同的板块 真正正正做到 我们叫做分散风险 一个多元资产配置 还有我想ESG的题目就是 我想过去那几年 香港的投资者开始 慢慢认受性多了 但其实和传统买股票 投资的有点不同 就是说传统买股票 或者买一间公司 就看Balance Sheet 这个姿势负账表 看市盈和市盈是否便宜 就去看回 但其实ESG的投票 其实投资 不单只要看那些 可能很多不同的ESG数据 可能首先很多客户 零售客户 包括自己 未必容易得到那些数据 第二就是我得到那些数据 都未知怎样用 可能就要透过一些公司 包括我们 可能背入了很大的团队 不单是一些会计师 核数师 可能一些环境专家 一些博士 就是说可以看回一些 关于生态 关于气候的议题 去找一些相关 亦都有增长的公司去看回 另外 我想另外一样 就是基金公司 会做到就是 我们经常会说 Investment Stewardship 就是叫投资进绩自利 就是说 我们作为一个投资者 会不断地和公司去沟通 在一个ESG的议题 包括了环境 社会 管理 这些议题 去作出一个投票 始终我们觉得 这三个因素 会影响到公司未来的发展 以及竞争能力 始终我们都是一个 只是叫做大户 可能我们发声 投票的时候 那把声音比较大 以及遇到一些 可能比较棘手的议题 基金公司 会和其他 透过不同的组织 不同的基金公司 可能会合作 去和那些公司 不断地商讨 希望在它的管治方面 又改善 可以影响到 没错 没错 我有补充问题 好 那是不是可以说的是 选择个别的股票 或者债券 相比较 选择基金的话 现在目前 或者可见的将来 都不会有一些 很简单的指标 可以说给散户 听 这间公司 它的ESG的表现 是怎样 是否要看很多不同的数据 组合 所以一般 很容易去 是的 我想和选择传统股票 有点多了一个步骤 就是要看 可能 尚明可能遲些会说一下 ESG的打分 也有个score 如何看法 这个不是那么轻易找到 或者在什么渠道找到 都未必 可能一些国内的公司 可能等一下 可以再分享一些 在什么渠道可以看到这些 不是那么多散户 可以接触到 好 尚明有些投资者 可能会比较现实一些 他说 他要投资一些 ESG分数高的公司 这些公司 当然 天下没有免费午餐 要做好 那些ESG 可能那些公司 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 影响到它的利润 那有没有那些数据显线 那些企业如果做好ESG 其实反而是可以 获得更加好的回报 是绝对有这些数据 去支持的 不过我们看回 其实气候变化 带来现在的实体风险 其实是相当之严重 一年比一年去严重的 那我们香港 其实最感受到的 就是打风季节 昨天又有红雨 其实现在我们觉得越来越厉害 还有士多 所有东西都会淹没 车等等 其实这些所有都是 我们会叫做实体的风险 那其实2021年 全球灾害造成的一个损失 已经差不多有三千亿的美金 不够一半是有保险的保障 所以对企业造成的损失 都是相当之大 他们的工作地点 供应链 供应商 这些全部都会影响到 他们的投资价值 如果我们真的不去正视 这个气候变化 升温的问题 其实我们很熟悉的 我们的皇后大佬钟 会很快就变成了 我们新的沿岸线 在很快70年的时候 希望我们大家都还在 那时候 当然大家都不想见到这一幕 想出了分力 但是作为投资者 你真的要看回报 大家都现实的 那数据是有支持 其实整体ESG评分高的公司 是会相对地 它的风险是低 还有它的回报是高一点 那只是在2023年来计 其实ESG基金 比起传统的基金 它是跑赢了的 它的平均的回报 是有差不多13% 那传统的基金 只有大概8%左右 那还有就是 其实我们会看 这个评分的时候 可能只是会看 可能在这个环境 和管治方面 其实我们都会参考 一个社会的一个指数 那我们也看到 其实有些企业 如果很明显地 它的性别多元化 种族多元化 是做得比较好 其实它的回报 都会比较理想 那譬如说是公司独局 它有多元化性 是比较高的公司 相对比较低的公司 其实它可以表现得更加好的 机会率是有27% 那又有报数问题 那ESG其实是三样东西 刚才你已经提了一点 那刚才我问过的问题 就是有没有指数 那有的 但是刚才你解释过 不是很简单 纯粹看一个指数 它的排名就是 就是回报 一定是跟着 越排名越高 那如果是三样东西 你的时候 刚才你提过 可能是说董事局里面的 性别的比例 就是有没有说哪一个更重要 尤其是对回报的问题来说 哪一个更重要 但是其实都不可以一概而论 其实不可以一概而论 因为其实你看不同的公司 和不同的板块 都要看一下 它哪一个比例是会重一点 那当然好像 你看一些石油公司 你看E 即是环境的因素 可能多些 某些行业 可能看它的管治 比如说金融方面 看管治 所以都不可以一概评论 明白 Philip 刚才Sermaine就说 就是过去一年 ESG基金的平均回报 其实就跑赢了那些传统基金 那这一点有没有 即是触使更多资金流入 那些ESG基金呢 那过去一年 资金流入那些ESG基金的情况 是怎样的呢 再看近一点 我们香港 和亚洲区那些ESG基金 资金流入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好啊 多谢黄师傅的问题 那其实我们看回 2023年 我们看到 即是无论是ESG基金 或者普通的投资 投资者的取态 都比较保守的 我想因为高息环境 一些债务上限问题 一些地缘政治风险 仍然都笼罩着投资者的投资气氛 但是你其实看回一些 比较成熟一点的 ESG比较成熟一点的地区 欧洲 其实看到去年 一些ESG为主题的基金 其实看到集资到 700亿美金 反映一些传统的股票基金 就看到正流出的 所以其实就反映到 就是什么呢 投资者其实对这个主题有信心 觉得是一个长线投资的机会 特别在一些 我们叫做主动型的ESG基金 规模达了11% 那说近一点 亚洲区 亚洲区 澳洲和日本 算是比较走得前些 香港就比较慢一点 但其实你看回香港 刚才我们说了 香港证监认可的ESG基金 有200多个 其实你看回大概三年前 其实只有30个左右 所以其实看到 需求越来越大 还有你看回今年 我们基金工会的数据 看到头那一季 看到在ESG 香港基金 其实看到一个正流入的 大概是7000多万美金 不是特别多 但是看到开始投资者 我想投资气氛好一点的时候 又会回来了 所以我们觉得 还有一些在不同的 讨论 不同的调查 我们看到一些叫做Z世代 Generation Z 他们来着 对ESG的投资 他们觉得比重 是比众大于传统的基金投资 可能我们始终想为将来 环境 气候 出生分离 所以我们看到 那个需求是越来越大 那 问两位的问题 就是说 不同的地区 或者板块 我们投资的时候 知道外边 有越多钱进去 个别投资者 我们自己想的时候 是应该 跟大队 哪个板块 哪一个地区 是投资的 这个前景会更好 其实我们预计 由现在到2050年 我们的人口 会增长由70亿到90亿 多了20亿人口 其实需要能源去供应脱炭 是要很大的一个投资 差不多要200兆兆的投资 所以其实 怎样去看这个机会 其实有投资就有机会 我们觉得围绕着基建 食品供应 水 交通 和一些回收的行业 其实都会受惠 举个例 其实在欧洲 我们是很多超市 其实差不多每一间超市 都有一个回收贩卖商 有投一些玻璃瓶 铁罐 胶瓶 进去就拿回少许钱 这些相关的行业 我们都看到是会受惠度的 我有一个补充问题 这个就是看 可能你刚才说的 就是看它的人口 或者需求的转变 政策方面 会不会其实都 尤其是欧洲那边 我的理解 它有时候有些政策出来 可能会 有些人觉得太辣 有些人觉得不够 推多些的 回报通常会有多少 它的政策是会 不同的地方 快慢会有不同 那这个事件是否需要考虑 政策是需要考虑的 等于其他我们所有投资 都会考虑到政策方面的一些发展 还有就是说到 刚才你说的行业方面 我突然想起就是说 现在市场都非常看重 这个AI 你觉得对ESG是正面 还是负面 还是中性 其实AI 我记得第一集 Freyman也有说过AI 其实我想无论在我们日常生活 或者是有些新电话的发布会 都有说AI 那其实我想 一些有趣的分享 其实AI和環保都有关 因为每一次用AI 大家听到用ChatGPT 其实你每一次和ChatGPT 在一个云端都会运作 你大概每和ChatGPT 沟通大概20至30分钟 其实就要用多500毫升 你当一张抗权水去降温 其实就是 所以刚才上面说到 基建是一样其中的事情 就是说 其实大家想到的AI 原来和基建这个发展 由书电网 power grid 怎样可以 将电由发电站 去到那个电脑的时候 电量流失越来越少 怎样用水去降温 整个infrastructure 都很重要 所以基建 所以王先生说得很对 就是觉得AI 好像和ESG没有关系 但其实背后很多基建的东西 都是有影响 是的 那看新闻 我其实自己有做研究的时候 有做那些和环保有关 近年越来越多 就是当大家都说 说环保 说ESG的时候 有概念就是飘鹿 就是有些是 就是当多 开始做的时候 可能是主动做 大公司做 他们是想带领潮流 或者是政府这样做 是规范化 是这样做得好 但越来越多做的时候 公司都试做的时候 你又市场的认识 又一般社会 又不是这么认识的时候 于是乎 变了有一些 它是不是真的做呢 又或者 真的做 或者做得好不好一件事 另外 投资的回报 又是另外一件事 这两件事 是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是的 其实飘鹿 现在都相当大 是火热题 是 其实我们基金经理做投资的时候 都在研究过程当中 和我们被投的公司 真的有很深入的交流 我们有一个 刚才Philip也有说到 一个团队 是专门做这些交流 我们真的见到 我有参加到他们的会 他真的打烂三盘民道督 主要的原因就是了解 他们有没有票鹿这个问题 简单举个例子 其实有一些电汽油的公司 其实它就标榜 可能有绿色的茶油 比一些普通的茶油 比较环保 比较绿 其实我们再深入去了解的时候 可能知道 原来它种植这些棕绿 油棕绿树的时候 原来它在东南马一大片的森林 它要砍伐很大片的森林 那这样做法 是不是真的是环保呢 另外一些 可能我们 一些我们叫快时想 我们也会见到 可能有说 某些物料用了 是会比较环保 去加一些绿色的标签上去 令到我们大家 买家就觉得 这件衣服是特别绿的一件事 其实背后也可能有机会是 隐藏了我们都发现 可能有同工的问题 那这些又是否票鹿的成份呢 所以其实 刚刚我们说 为什么说找基金经理 有时去做选股 帮忙的时候 其实自己 除了去买产品 看看透明度之外 看看有没有 ESG相关的披露之外 其实都可以留意一下 有没有一些团队 可以帮你去做到这些 这么彻底的搜查 而且还要加上 其实因为这个议题都很热 都挺热 现在 其实每一个国家政策 都开始有很多相应的 一些票鹿的 防止票鹿的一些措施都出了 台湾 台湾 欧洲 新加坡 香港其实等等都有 有很多数据 告诉大家 真的做一些回报 高一些 票鹿的可能 被人发现了之后 是会不会回报 会差的呢 其实都不太需要一些 很确实的指数 因为呢 其实这些 我们投资的过程当中 其实这些就是 一些叫做我们所谓的 投资的风险 所以我们整个投资流程当中 都会觉得 这些是 绝对是会影响到回报的 嗯 最后提到呢 就有些 防止票鹿的政策 那有三个问题 都是关联性的 和政策有关的 第一就是 要推动持续性发展 需要有政策的支持 那你们觉得 现在的政策够不够呢 那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如果不够 应该在哪些地方 是要着墨多些 再推动多些 加多些的政策呢 第三呢 就是返回投资那边 那就是说 如果这些政策 会带来一些 什么的投资机遇 是 那其实说到政策方面 其实 怎样为之够和不够呢 其实 那个需要那个金额 资金去支持 这个可持续的发展 其实实在太大了 所以 可以说是不够 怎样做都不够 要到2050年去减碳 所以要各方面去合力 才能做到 其实上一年 我们在联合国气候大会 已经公布了 如果我们要 在2030年 全球的能源 要增多一倍的 最关的配数的话 其实是需要各方面的政策 不单止只是某一个 国家 某一个市场的支持 大家都要合力 其实在这个 私营机构方面 都是需要庞大的一个投资 例如 例如 举个例子 就是美国方面 有一个通胀的削减方案 IRA 它在未来这十年 就承诺了 会津贴 超过三千亿的一个美元 去支持相关的能源的发展 一些气候变化的一些计划 所有这些都会有一些措施 去做一个补贴给他们 这些其实我们都觉得 是有些投资的机遇在 那落到地 我自己驾电筒车 所以又想问问题 在美国 很多行业的 开始政策 想鼓励它做的 但是譬如 以我所知 美国现在有个例子 就是说 它一直都补贴电筒车 但是补贴到这么上限的时候 发现很少人驾油车 它变成了 就是相对比例上 所以原本抽税就不够 所以现在 譬如有讨论 是不是电动车都要抽税 因为它要维持路面 就是维修那些东西 那不同的行业 会不会都有这个 可能有个周期 开头 整体就会知道越来越多 但是个别 会不会因为 它已经发展到差不多的时候 可能补贴会少了 这都是否这些政策考虑来的 这些是政策考虑来的 而且其实我们都看到 其实欧洲方面 它现在开始有一个 新的基金的标签 其实是会支持一些转型中的公司 所以其实我们虽然大家都在 平均可能比传统的基金 但是你们认为 如果不是非Z世代 他们ESG的基金的比重 有没有一个什么建议比重 给他们呢 是不是都应该 越来越高 多过传统基金的比例 这条问题 我回答一下 黄之辉 其实我们没有一个特定 即是你100元 要买多少次 我想其实跟投资一样 都要看回客人 本身他的投资取向 承受风险的能力 只不过我们经常 为什么我们 包括我们自己 或者很多基金公司 都将ESG 摆进去选股的方面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 ESG 这三个范畴 即环境社会管治 真的对公司 三个范畴 对公司的长远 那个赚钱能力 行业领导能力 是有一个正面的帮助 所以我们为什么 就算你不是特意 选一些以ESG为主题 即我特意要选一些 气候变化 再生能源 循环再造的例子都好 你都应该要选一些 真是你在选股的时候 已经有将ESG 纳入去选股的范畴里面 的一些基金去看 因为我觉得这三个 真的会帮到投资者 就不需要特定 一定10元要买环保 10元就买电动汽车 这一类型 反而我们就觉得 不是这样看 反而是怎么样 将整个ESG的概念 摆在每一天的生活 或者是怎么样 在投资过程里面 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问就是 投资都涉及风险 可不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投资ESG相关基金的时候 要注意有些什么风险的事項 好 那我先 我想风险 刚才Shermin说了 飘鹿 就是Greenwashing 大家要留意 如何选择一些 不是飘鹿的投资 第二 可能要看投资策略 因为有些基金 选择排除 有些行业特意不买的 原油 赌博 如果万一 看过去两年 油价飙升 我没有买原油公司的基金 可能表现会差一点 所以投资者 应该是选择 看看一些究竟 很多公司 现在选择一些 公司会将ESG摆放 我这边重复 将ESG摆放在投资的决策 那个犯罪里面 这个风险 投资者要留意一下 那最后我想就是ESG的数据 其实现在有很多第三方的供应商 就会帮我们评公司的ESG的分数 那其实我们发现 它的透明度其实不是太高 所以其实我们选股的时候 都要留意一下ESG的基金 今天谢谢Philip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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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 《理财新世代》 港股上星期升了 一个星期之后 今个星期又跌翻了 是的 恒战还跌穿万八点 昨天收在万八点以下 收17942 全星期跌了425点 跌幅是2.3% 国指今个星期跌2.1% 科指跌1.7% 代替股市都表现偏远 上证中指曾经再跌近3000个关口 收市星期五收3032跌 全星期跌0.6% 深圳城市全星期未跌3点 如果我们看看港股ADR 预计恒战下星期一会低开145点 就报17796点 夜期都低水148点 收报17794点 即是恒战下星期有机会下市 甚至跌穿178 因为现在50天移动平均线 就在大概17900 如果跌穿的话 17930 如果跌穿的话 下一条移动平均线 就看250天线 就在17600 那今个星期港股表现比较没什么看头 你觉得是 其实这个我想三个星期四个星期 都看到这个情况 升完那一浪之后 其实我想 那个亢奋 四月中到的时候 公布消息之后 一来政策就未落实 即正式推行 即未正式推行之后 会是做成什么样 那炒了转上去的时候 有没有其他利好的消息 那于是你看 港股也很跟内地股市的走势 所以两边都是一样的 是的 我这个最近回顾 就是四月到五月那一下 由16400升到19700 升了3600多点 那是主要是什么因素呢 其实就是当时中国证监会 宣布一个对港合作的五项合作措施 令到大家觉得对港股的受惠 但是之后就没有进一步的政策 还有在经济数据方面 最近公布一些就不温不火了 我觉得 今个星期就出了内地的CPI 都暂时摆脱通缩的阴影 五月份的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按年就升0.3% 就跟四月份的升幅相同 也都是连续四个月就录得按年的升幅 不过就比市场预期的4%的升幅 就略低了 不是低很多 那另外呢 就反映这个上游通胀的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指数呢 按年的贴幅就收窄到1.4% 是15个月以来最少的 这方面你觉得 是不是都有一个改善的情况出现了 其实我长远一点去看的话 其实就觉得不是说 就是会慢慢会上升的 所以这个都是预期之内的 好 那接着美股呢 港股和内地股市都没有什么看头 但是美股就很开心 那一周看到标普500指数 和纳指都不断创新高 昨晚呢 纳指都仍是继续创新高 迫近这个万八点的 那全个礼拜埋单计数呢 就标普升了1.6% 纳指升了3.3% 不过道指就跟不上了 就全个礼拜就要跌的 跌0.6% 其实今天礼拜我们看得很明显的 有星期三开始 连续三天呢 就是标普 纳指升 最初标普都跟得升 后来呢 只有纳指升 那道指呢 一直都是落后的 那都是一些 Magnificent Seven 特别是NVIDIA 以及AI 那些股份都是强势 最新一种就是 就是苹果呢 自从开发者大活之后 市场中景 它都会 可以结合AI 会推动一个 未来iPhone的换机潮 那你怎么看整体这个 AI呢 我觉得这样 就是说呢 它那个 好像一个联谊那样 就是开头的时候呢 就是集中在 少数做新片 做新片的那些 是的 NVIDIA那些 跟着就算做新片那些 都开始市场 会去留意一些 其他的那些 比如AMD 那跟着呢 就慢慢就 扩大 扩散到去 其他有可能 应用到 好像苹果的一个男子 你怎么看 接触下来的发展呢 我想我们其实 在这个节目 都曾经说过 就是下一波 会升的话 是会是 因为做新片那些 都升到很高位 虽然NVIDIA 告诉你 都挺有少少 出意外 一般人的意料 虽然他自己 都开始沽货了 他会继续升给你看 但是 我们之前说过 他都可能 有这个 垄断的 一个优势 维持了一段短时间 至少 但是应用那些 如果真的 拨高回报 就是看应用 但是我觉得 有趣的问题 就是说应用方面 究竟是 刚才你提到的 比如是 苹果这些 原本这么大隻的 会是做得好 还是一些 之前没有那么多留意的 它上升的空间 会大些 我想应用方面 是 研究我会有兴趣的 就是会看一下 究竟是一些传统的 大隻的 高科技股 受惠会多的应用 还是一些 新进要跑出来 那我们也会看回 美国的经济表现 今个星期的数据 就显示 昨晚的密杰根大学 消费程序 先说 通胀的数据 就 是回落 回落 甚至那个PPI 生产者 价格指数 就出意外地 下跌 是 今个星期 市场另外的关注 就是联储局的 议息 但是 少少令市场失望 就是说 鲍威尔说 控制通胀是有进展 不过 对于减息 还未有足够信心去减息 所以 我们也看到 联储局那些官员的 点阵图 对于利率的预测 和市场的预测 有少少分歧 如果点阵图显示 今年可能就只有一次减息 但是市场 如果利率期货的反应 仍然会有两次 我就这样看 结合最近的经济数据 通胀就开始一路放缓 但是另一方面 劳动市场上星期 我们看到 就是减慢了 再加上消费都弱了 昨晚出六月份的 国物基金大学消费情绪指数 是跌到七个月的低位 65.6% 比五月份69.6% 跌了成四点 亦都比预期71.5%低的 这个不觉得 即是说 通胀一方面 当然就真的继续是放慢 虽然未快到去 去到两个百分比 有信心的减息 但是如果就业是减弱得快 和消费是差了的 真的会不会有机会 减多一次息 我觉得是 即是你看市场的反应 就是 他有点阵图他们的说法 但是我想市场的看法 都是看回数据 跟回联储局 他们的官方的口径 都是看数据 最后 那数据我想暂时反映到 是有多一次的空间 我觉得是 那我想很看 他第一次何时减 如果第一次退后的话 那就不会发生 但是如果就算是减不了的话 如果他的数据 是支持减息的话 就算不是今年减两次 只不过是退到下一年年头的时候 减的那样 但是如果他 突然间的数据又转向的话 有些什么事发生的话 那就不明白说法了 说到减息 我们就不单止是关注美国 几时减和减多少 也都会关注一下英国 会不会减息的 好了 这一节我们请来 升展香港环球市场策略师 李若范 Cary和他一起谈 Cary早晨 Cary早晨 早晨 早晨 今年我想影响环球投资市场的两个重要的主题 我这样看 第一个就是央行减息 第二就是大选 不同的国家 因为今年也是超级大选年 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都会有大选 今天我们想谈谈英国 因为英国这个星期 加拿大央行和欧央行都实施了减息 究竟英国未来会不会减息 和英国的大选对英镑有什么影响 很多人都持有英镑 或者想去英国读书 对英镑的回价都关注 英镑银行就会下个星期六月二十日议息 如果看现在英国经济都开始变得疲软 通胀也是陆续受控 英国四月份的CPI的通胀率 是降到2.3% 创了近三年来最低的通胀率水平 加上外围其他央行 刚才说了 开始减息 Cary你认为 是否都已经是为英国营造了一个减息的条件 事实上的话 我们说回英国的经济 可能去年第四季度 是说陷入了一个技术性的衰退 但是去到今年的话 其实这个状况反而比预期中要好的 见到第一个季度 他们的GDP说的是增长0.6% 其实是比预期好 这也是深刻缓解了市场对英国的经济状况的担忧 当然对英伦银行来说 他们都觉得可能 好了 现在的经济状况 由蜜珠很急着 需要立刻减息去撑回经济 那说回通胀那方面的话 的确他们如果说回最高的时候 是22年10月 去到这个41年的高位11.1% 现在对比回最新2.3% 的确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回落 但是如果纯粹从一个预期的角度去看 其实这个2.3% 又高过预期的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呢 最近反而市场开始是觉得 英伦银行有机会是推迟 它那个减息的时间 本身就觉得 年初的时候当然是比较夸张 就是股全年减7次 两次左右而已 那我们开始减息的时间 也都慢慢移动 那由一开始觉得可能是6月 那现在呢 觉得可能是去到 可能9月啊 11月啊 才有可能开始减息的那个cycle Kerry啊 刚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有提到说 就是美国的减息那个步伐 那都是估计的 可能减一次至两次 那但是欧洲 欧央行就减了四分之一 那也是五年来呢 就第一次减息的 那但是呢 他减完之后呢 那总裁呢 就说拉加德就说 其实减一次的话 不代表会很直线 这样 线性方式去下调的 那他有点出口術 就是做个预期给大家 是这样的 那你觉得欧央行 他的做法是这样 又或者大家市场 对美国联储局的 减息的预期的情况 客观情况底下 会不会影响得到 英国这个银行 那边减息的部分呢 嗯 其实欧洲央行呢 他开始减息的时间 就快过其他的央行 你看到其实都现在 只有加拿大 或者是欧洲央行 开始了这个减息的 那他开始得早呢 反而给了自己的空间 可以去比较灵活一些 就是不需要有一些 连续的一些减息 变成呢 他会是根据未来的数据 去决定 会不会 其实7月就不减了 等到9月份才算了 那和其实欧洲那边的经济 同样的都是好过预期的 那变成也都是令到他们 急着说就是不断减 那对于英国来说的话 刚才也都有提到 其实他们的经济也都好过预期 通胀也都是 就是不算说真的跌得好像之前估的那么快 那可能变成呢 他们可能开始减息的时间 好像刚才说的也都不需要去到太快 但是因为他开始得慢 那和这个欧洲不同了 就是下个星期他们都不会减住 那他开始得慢呢 反而会不会因为这样 而是需要连续两次的一个减息呢 就是比如他开始的时间 现在移动到11月 那变成呢 在未来就只有12月了 那如果大家其实觉得是两次减息的 那这个时间就变成了11和12 那就和欧洲这边有点不同了 那它就会变成是一种 连续两次减息的一个情况 Carrie 刚才提到呢 就是影响英国减息呢 主要两个因素就是看 那个经济的表现和通胀 那另外我想问呢 就是说 这个议会选的那个选举了 那因为英国首相新米城呢 就已经宣布会在7月4日呢 就提前大选的 那这个大选会在哪方面 你觉得会不会对于英伦银行的 那个减息的时间表呢 会有造成影响呢 是 刚才呢 都没有提到一件事呢 就是政治的因素 其实都的确是影响的 为什么会有机会是移到11月才减 或者9月才减呢 除了考虑到经济通胀之外呢 当然都考虑到政治的因素了 那自从他们的这个手术宣布了提早这个大选之后呢 其实大家都觉得可能对于英伦银行来说 他们都不想说在这个7月之前或者左右去到减息 那令到大家好似觉得他有偏帮哪一个党派那样 那我想这个都是考虑之一 令到他们会去推迟这个减息的时间 那对于英镑来说呢 其实如果他推迟那个时间的话呢 是一个挺利好的因素来的 因为推迟了 那至少他的息口那方面呢 都仍然是一个挺大的优势 那我想这个也是为什么 最近的欧罗队的英镑 会是跌得这么急的一个原因之一 Carrie 刚才你提到说 会是推迟减息的周期一些 那其实是不是反过来说 意味着当他选完之后 就很大机会会减息 而且他调动这个选举的日子的时候 在提前呢 其实是否会反映到现在 他觉得经济好一些 就是形势好一些 那于是执政党就选择这个时间 来到去大选了 是不是这样呢 嗯 嗯 那其实我也有看过一下这个首相 他宣布完大选 提前大选之后呢 其实即刻都拍了一条短片 告诉大家 最近的那个数据不错 通胀呢 也都是成功地对抗到 现在剩下2.3% 可能他都是想凝早一个环境 就是在他的执政期间 所有东西都是稳稳定定 经济又好 通胀又已经下来了 趁这个势 看看自己有没有机会 是在民调都显示自己 其实失利的时候 他会创造一个环境 令自己又重新 他的支持率高一点 那我想这个可能 的确是他的一个考虑之一 嗯 Herry 那大选结果呢 始终有个不确定性 那就 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 大选的举行呢 就可能会令到这个 英伦銀行减息的时间呢 就会推后 那好了 我想问回就是说 对于这个大选结果 对英镑可能出现那个潜在的影响 那假设 因为刚才Carrie提到呢 民调呢 其实就显示执政党呢 那个支持率呢 就是大幅落后在野的工党的 那如果假如这个 到时候出现一个 政党更替的情况 就是工党拿到多数议席 是执政的话 那有些头子就是担心呢 新的执政党可能会增加 这个财政开支去刺激经济 那这方面会不会影响 担心影响到英镑的汇价走势呢 嗯 其实对于货币来说 其实都害怕这些政治不确定性的 我们看回欧罗就已经看到了 突然之间跌了这么多 就是因为大家害怕 就是在法国的提前大选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不是现在的执政党 而是其他的党派 極右派 突然间的位置多了 那令到他们的一个财政的问题出了来 所以欧罗跌 但是和英国的情况有点不同 因为现在英国的这个工党 就不是一些极左极右 它反而偏中间一点 所以他的政策就不算是很极端地 可能想要大幅增加开支 然后令到自己的一个财政状况去恶化 反而他们可能会是 审慎一点点的一些财政的一些政策 那令到其实整体的英国 即使是在工党执政的情况下 我想他们的那个政策的方向 和现在可能都不会说相差得太远 那那个政治不确定性 就不像法国那边那么高的 那这个也是为什么 公布了提前大选之后 我们不但没有看到那个英镑下跌 而是看到它偏强 甚至乎是有上升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想那个情况是有点点不同的 这次的这个工党 可能是推出一些 甚至乎是有利市场 有利商业的一些措施的时候 那个榜反而是受到支持 那现在看回 那个榜对那个美金 虽然下跌了来 那更加多是一些外围因素的影响 因为有些避险的情绪 那那个美金又上升 那所以那个榜才下跌 但是下跌到来 你看到相对那个美金 可能在1.25 1.26 应该都有机会有支持 那除了这个大选的都是一些政治的风险之外 整体来说 欧洲 譬如俄斯 那些会不会 其他的地缘政治都会影响到 是不是什么时候买 买英镑的话 或者时间要等 还是怎么样 你觉得 嗯 其实整体我们看过榜 刚才说了 他们自己内部的因素 都似是利好的榜为主 那个势都主要是有些向上的感觉 但是刚才也提到 外面的一些因素 令到避险情绪升温 美金走强的时候 其实没有一个货币可以幸免的 那现在就是提到的 可能说法国那边的一个政治的不确定因素 令到大家呢 那个避险情绪上了来 那现在呢 似是美金偏强的时候 那个榜都跟着下 那这个或者是可以找到一个机会 是看到那个榜是有些吸引的位可以去买的 那所谓的吸引位 那看看它会不会是 受得住1.26 受得住的话 似乎就已经没有太多跌的空间了 但是守不住的话 就是说法国的情况越演越烈 那我们看到 来到全部货币跌的 看看那个榜 会不会是去可以试一些 1.25 1.25 的低位 好 今天 谢谢Carrie 她是升线香港环球市场策略师李若帆 谢谢你 多谢大家收听和收看 下星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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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 shades zero 三 二 二 二 最二